但美國自己在 中美對抗的企業界 在企業界的部分 卻有被形容是三大尖牙骨 通通出了狀況 我看這畫面真的嚇壞 之前還講說737問題比較多 現在連787降落北海岸 都發現記憶狂冒煙 來看看這段影片 真的嚇壞現場 我相信所有在飛機上的 觀眾 乘客 應該都有生命危險的那種心情 在新北海道的 新千歲機場這裡 787全日空航空 飛機冒著這樣濃煙 檢測的時候發現 原來是飛機液壓系統 發生問題 以至於讓他記憶整個 一直這種狀況的時候 沒有辦法起飛 嚇壞了乘客 不只787而已 737剛剛是出問題 也不是一件兩件 越來越多 剛剛起飛發生什麼事 輪胎掉了 又掉了 有夠離譜 看看這段畫面 飛機飛到 剛剛737剛剛起飛 在南非撒發航空發生的 起飛的時候就發現 輪胎當場脫落 所以趕快降下來 你看緊急返航之後 地上發生什麼事 看起來就是那個煙 右翼 都受損 就沒有輪胎了 有一邊沒有輪胎了 所以就會摩擦地面 有多危險 現場傳出的巨響很濃煙 換一下下面的乘客又說 我有生命危險 這個飛航安全 在波音這裡出的問題 已經是三天兩頭就來一起 把大家嚇得瑟瑟發抖 所以接下來波音787 所謂的夢幻可及 有沒有可能真的順利交機 因為它除了在中國大陸這裡 會不會順利接見 要不要接受它的交貨 有疑慮之外 甚至還有零件缺料 這樣的難題 恐怕今年要交機都交不了 中國市場還有沒有辦法真的挽回 還有特斯拉 特斯拉面對著中國大陸 新進的各種電動車的競爭市場 現在直接用全球裁員10%來因應 第一波出現了 下個月開始裁員哪裡 在加州跟德州 直接裁員大概6020人 被說這次全球的裁員幅度 大概是10% 被一開始報導的時候是說 中國大陸的幾個地方 裁員是數量最多 但現在不知道 至少就光是美國兩週 現在才了6000人 而被說捲起來了嗎 怎麼因應 為了要存活 特斯拉中國市場宣布要推出零首付 想辦法更優惠 還有降價 就是說你要買特斯拉的話 可以不用先出錢 你就用低息息貸款的概念 每天只要花人民幣145塊 就可以開走特斯拉 用這個來內捲 有沒有辦法捲得住 高關稅卻擋不住 中國廉價電動車 還是專精的美國 美國一直在擋 一直在擋 說這個不可以讓電動車 中國市場進來 但是現在看出來 母公司是中國吉利的Volvo 它的錄製電動車 照樣透過各種法規的限制的 控檔低價賣到美國去了 還有另外一個是 從墨西哥通路的 那麼更多的企業中企 是直接把廠搬到哪裡去 墨西哥 美國隔壁 所以當生產線更接近美國市場 而MED在哪裡 是墨西哥的時候 舊產品被視為100%的墨西哥生產 那就沒問題 所以才被形容叫做禁案外包 避免被中國商品這種制裁的 限制跟綁腳 綁手綁腳 一樣是大陸的汽車 一樣進到了美國市場 那裡還有MEDA臉書 因為本來在公布最新財報的時候 都是感覺不錯 盈語也不錯 都有不錯的表現 結果在談後 突然祖刻薄一句話 讓股價重跌 他說因為專注的AI業務 可能會需要更多的時間 才能看見回收 真的是一句話 影響整個投資人的信心 讓MEDA陷入可怕的崩跌 直接崩跌了15% 這個都是屬造極的損失了 還有剛剛講說 在布林肯出發之前 做的各種料狠話 做狠事 其實還有TikTok 當然美國參議院通過這個法案 也是給他帶去的伴手禮 TikTok字節跳動 直接限制要求 270天之內 必須要把母公司字節跳動 要把資產 股份 撤資 交給其他的公司來買 包括美國 現在已經在想說哪些可能買 Meta可能要買 Google可能要買 反正就是要美國的企業 來把極議員的用戶給收割 否則的話 TikTok不賣就會禁止他 周壽之直接喊話 聽聽他怎麼說 張超師宣告什麼? 據你的公司 康師宣告什麼? 赵壽司宣告了什么 他说我们不会走 我会继续留在这里 打司法战 所以虽然参议院说 270天你必须要撤 但是司法战还有的打 用官司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还更高的诚意是说 你看我用言论自由 打你言论自由 你们美国不是要言论自由吗 现在禁止的这个禁令 禁止你们美国人 大家的言论自由 而现在TTAG誓言 要对抗美国封杀法案 甚至现在分析里头 北京可能会因此来 报复美国企业 你要想想看 TTAG如果进到了美国人 几亿个人的企业的手上的话 那当然不是他们想要的 如何可能渊渊相报的报复 互相制裁 互相伤害 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科技业现在大家 在美国的企业里光讲波音 亮哥就觉得让大家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做一个研究 就是波音的订单 有多少是透过政治观说得来的 比如说台湾多买28架 就是被强迫的 不然你以为华航要买波音吗 搞不好他就一大堆这种订单 他买的就787 不然这样就导致 就导致他在科技的创新 在自己的制程的改良就松懈了 比如说空八 空八他要自己去争取订单 所以人家要挑剔你 你波音人家怎么挑剔你 太舒服了 就政府来官说施压 很多国家就被迫要买 所以你怎么会改进自己呢 所以我觉得他跟空八之间的胜负 几乎已定了 他就是一个品质 不断出问题的公司 宠坏的孩子 然后就是都靠政治的力量逼人家买 这个到底占多少比例 这个应该好好去研究一下 这个你有看过空八 透过政治压力在逼人家买的吗 对不对 为什么都是你波音呢 对不对 那其他坦白说 其他 我们举例 比如说这个廉价电动车 你要透过墨西哥卖进美国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川普已经放话了 说墨西哥你说干这种事情 我就加百分之百的关税 那墨西哥不敢得罪美国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做梦 根本做不到啦 因为墨西哥是北美贸易协定的成员 美国在墨西哥有多大的投资啊 如果美国政府要对你对着干 你以为你可以绕过去啊 没有那么容易啦 我觉得比亚迪也不要有这种幻想 比亚迪因为刚去墨西哥 投资了六亿美元嘛 那幻想透过北美的贸易协定 他应该可以自由进入美国 你太天真了啦 美国如果盯上你会因为 你从哪里就可以进来 你把美国当成什么 美国就是盯住你了啦 说实在啦 所以你要解决这种问题 一定要双方的政府要谈判 要谈判啦 我说实在啦 那所以你最好还是取 选择一些你比较能够安心 长久做生意的地方啦 比如说欧洲 欧洲就是一个比较讲理的地方嘛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印创美国呢 对不对 你即使进来一阵子你怎么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消费者运动 还有当地的汽车商的反制运动 到时候你还到处出问题了 你还不知道怎么办 他变成第二个抖音 对不对 抖音是这样啦 因为北京早就把他列为 禁售的公司了 他本来就不能卖 所以他只能下架 那他目前采取的就是 参议院通过只要拜登一签署 成为法律 他就立即开始展开司法的诉讼 就是说这是一个违宪的政策 这个他过去成功过 因为美国那个蒙特拉 曾经禁止使用抖音 那结果他去当地的那个法院 胜诉 结果蒙特拉那个决策不能直施 所以这个坦白讲就是美国的大辩论 现在的辩论就进入法律层面 也就是说我搞不过你国会 这个我认输了 搞不过你拜登 行政权搞不过 立法权搞不过 那现在就来搞司法权 那就各自要拿出事实的证据 还有法律的条文 你是凭什么进抖音 那这个过去他有成功的经验 所以这个就取决于 美国的法官 那他这次诉讼就要直接到联邦法院了 那这个结果就变成两方在赛跑了 所以你是270天 那我可不可以在270天之内 得到胜诉 这个无法判断 如果还在诉讼中 也可以必须执行这个 还没有实施 如果实行了的话 没有 他签字之后 一定要签字之后 没有 签字之后是270天之后才 正式实施 那他现在希望在270天内 得到法律判决 同时起跑 看谁快 就在赛跑 没那么简单 刘老师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几个大企业 我先讲好 我这个听着心惊胆跳 因为我最近刚从上海回来 做的刚好就是787 长治开头的787 那前一次的话 又坐长治开头的飞机 也是787 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报道 讲为什么波音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那个勾人的情况 我就是因为 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 所以我不敢在这边讲 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会发觉 波音现在的问题 其实击重难返 就是感觉上 让我觉得很失望 我小时候觉得说 最伟大的公司 美国最伟大的行业 就是航空业 最伟大的公司 当然就是波音首选 因为 但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我说句良心话 我真的是 因为你做航空事业当中 最重要就是安全 你搞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情况非常糟糕 另外的话是有关于 新能源车的问题 不管是川普讲过什么话 基本上的话 美国本身 美国现在对中国 有两种反制主义 一个就是反制裁的制 就是说是 他觉得说 中国对于他的经济发展 构成威胁了 所以说我们要反制 反制的话就是不买东西 因为美国 因为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是非常特殊的 在美国待过的人 都会非常惊讶 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是极尽享受之能事 我第一次的话 到美国看到 我弟弟租的房子 里面的冷气 就全天在开的 我就吓了一跳 因为在欧洲吹冷气 是很贵的事情 然后到了美国的话 根本就感觉不出来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美国的能源消耗 美国另外一种反制的话 是反对我们智商的那个智 就是说美国本身的消费习惯 他们本身做的事情 都是不考虑后果的 因为美国现在的反制主义 反对智商的主义的话 就是针对TikTok 我觉得TikTok是蛮倒霉的 TikTok在中国也是不能够发行的 但是到了美国 现在要被禁止 我觉得周壮之讲的话非常对 因为其实马斯克就说过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说是美国禁止TikTok 违背了美国的第一修正案 也就是言论自由 这个是对很多人感觉到 在心理上构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我觉得周壮之想要用这个 他这个想要使用这个 法律的诉讼关系 西方的语言 法律诉讼关系 有一种可能就是 任何一个法官可以马上讲说 他的执行 就是即使拜登签了约以后 就是他原来是从半年延长一年 现在274间的意思是把原来 已经通过的事情 就扣掉那个时间 但是他法官就有权讲说 以这种在于诉讼的期间的话 他不要 他不准他能够执行的情况下 所以周壮之讲的这个道理 我觉得的话 TikTok极有可能走上法律这条路了 他已经喊一定会做法律事实 对 而且的话最重要的是 大陆现在很多商人就会注意到 就是要离开美国的市场 要离开美国的市场 相信美国其实 看看是谁比较倒霉吧 其实言论自由应该是美国的 立国精神之一吧 就像民党党纲 创党的精神也是言论自由吧 那就想不到现在抖音这种制裁的方法 是因为政治因素 或其他的各种因素的考虑 严老师 会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以致 以用西方的语言来打 西方的控制言论 我觉得当然是 就是美国是最在乎 这个我们讲说宪法的 所保障的各种自由 我们常常讲说政治的 政治自由 那个就是投票这些 那个选举这个没有 但美国更重视叫政治正义 美国更重视的是公民自由 就是公民自由 就是集会自由 言论自由 请愿自由 这些宗教自由 还有这个新闻自由 你今天美国 现在的对这个言论的限制 那是违反美国精神 就好像他现在对自由贸易的限制 也是违反美国 传统美国就最主张 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过去都是控告别的国家 以前控告欧盟说什么 欧盟是贸易壁垒 这个市场都不开放 就是只有在里头搞 美国人都要把它打开 结果现在美国自己 很担心外面的东西进来 包括墨西哥这个东西进来 所以我最近研究了一下 我只有一个答案 我说美国人 你应该政府要求美国人说 不准进口中国东西 请美国人自己节制 这样子我觉得是唯一的办法 因为你今天他们 不是中国人说要卖东西到美国 就可以卖得了的 今天你看我们很多东西 也不能进来 你美国自己决定不要进来 或者说你美国的商人不进口 就好像我们讲个当年 我们对美国的火机有意见 对不对 美国硬要我们打开 结果进来以后 大家不吃就没事了 结果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猪肉 就被美国打开了以后 就有不孝商人 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说 要去制裁这些 美国有没有人在制裁他们进口 中国肯一货的东西没有 那你现在再从墨西哥进来 就好像当年我们台湾被美国301也好 被美国这种贸易的配合 就纺织业每次要出口到美国 要先去领配额 拿到才能够出口 后来台湾想说 我就在你的加勒比海国家做一做 我在非洲做 然后这个纺织品到最后 可能是台湾做的 那个标签是中美洲国家 那个纸盒是中美洲国家 但是无论如何 今天大陆可以跟美国讲 我在墨西哥投资 帮你创造了一些就业 让墨西哥人有就业机会 结果如果你不要的话 那墨西哥这些人又成为 要非法进入你们的非法移民 美国听不下去 这个老公不是我们美国的老公 我最后讲一下波音 我实在要讲他没有借口 为什么 这一次是在非洲 他可以说这个卖给非洲 非洲国家就不好好维护 这个维修所以才会 对不起你出事很多 也有日本航空的 也有欧洲的 都是你所以说一视同仁 没有说是在落后国家才出现 这个品牌已经慢慢会 可能会不会信任 已经没有了